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4年9月13日,这是今天的第三场读报点评节目啊 现在中共的这些领导层,除了西兵之外,其他的一些人呢,也就店小二们 这个也是非常的这个频密的考察外访 你想李强是到出国访问,今天新华社刚刚报道的,李强回到了北京 这是刚看到的消息,人民日报新华社都报道了 李强是最大的店小二,也就是习近平的团队当中的个性成员 9月13号晚上,国务院总理李强结束对阿联酋正式访问,乘包机回到北京了 离开迪拜的时候,阿联酋总统这个中国事务特使,叫哈勒顿 和中国驻阿联酋大使张一鸣到机场送行 他为什么外访,这个外访活动应该是习近平亲自去,对吧 习近平怕这个对立派搞他 虽然现在他抓了很多人,还不放心 另外身体体力不支,习近平仿造毛泽东 晚年呢,就深居深宫 深居这个宫廷里面不出来 搞得神秘兮兮的啊 那个遥控着这些店小二们 听命于习近平,出去到处跑动 习近平估计这个不参加,下一次有金钻会也会参加 那么再参加国内会不会军队再出事 我认为冷然有这种可能性 为什么?因为习近平干了十年 军头们党内的对立派有足够的理由批评他 为了救党啊 有些党官们会去搞事啊 那么当现在大概率大部分还是微信的吹捧习近平 你看今天这个出了张有霞,何卫东有活动啊 何卫东是出席十一届北京香山论坛 这个会见这个客人 因为现在来了很多老外啊 这个香山论坛主要是解决军事问题啊 所以这个在这个期间的见了缅甸国防部长丁安 丁昂山 南非国防和退役军人事务部长莫尔采卡 巴基斯坦联席会议主席撒切尔就这么三个 七大工业国以美国为首自由世界根本不搭理他 不会出席他这个所谓的什么香山论坛了 对吧 但是呢 缅甸副总理 这个也挺厉害 为什么缅甸离中国很接近 这是第一道屏障 对不对 中共在那策划搞了什么 搞了兵电 把昂山素季干下去了 是吧 其实这个就是中共一个延伸地带 中共没有完全掌控 但是大体上掌控 所以很容易现在搞事 你看明年北京的电炸集团 总投就是中共 中共想叫谁在那里 搞点事就搞点事 中共想灭谁就灭谁 对吧 而且还故意散发假消息 黑字里 把中国这些要求就是 像那个就是 比较 延迟比较激烈的 要主张以暴力推翻共产党 那些年轻人右偏到绵北 然后再通过电炸集团的陷阱 让他们毁掉 对不对 你看这个中共设计的非常好 当时这个王仪从这个缅甸一手发出 发生兵变了 我当时就讲 这是中共策划 怎么样 后来发生一系列事件 是吧 那你就可以看到中共控制缅甸很厉害了 所以这个缅甸副部长 丁昂山来不是一般的事 另外南非也是一样 上一次你想 南非这个兵变 习近平到金钻政变 我记得南非发生了 要怎么习近平回来以后把这个孙志东 孙伟东说 提拔为外交部部长 副部长 原因就是因为他立功表现 立功 这独行有所谓的 元老们呢 什么真的 这军机 这飞机 这不是军机 这客机 就是 刚讲到哪里 就讲到这个名 这个南非 就是元老们的手 也和线也在南非有人 我估计可能一些人被出卖了 要怎么余正生的兵叶失败 和这也有关系 你看那习近平在走廊里 找秘书找不着 秘书就让人赶出去 那说明南非得到情报 有人要暗杀习近平 南非承担不了这个责任 如果他死在南非 对中国老百姓是不儿乐 但南非是自然的 对不对 那就 说不定中国的军方 保习这些人 就可以 就可以和他利用拳头了 那麻烦了 是吧 所以这个南非 这个叫退伍 国防和退伍军人事无的 来了领导来了 那么何卫东这里呀 想些话都是大话套话了 我不许多讲了 你再看今天另一条小区 这个陈文青 今天是大的动作了 你看陈文青到哪里去了 陈文青到西藏和四川调研 他说不上别的去 你想不听 西藏是胡春花 老胡小胡 四川谁 谁才是刘七宝呗 强调什么呢 叫智障方略 社会大局稳定 这才是他的目的 就是什么呢 害怕 因为官员都躺平了 对这西平有一切 你比如西藏 肯定不服习近平 你算了什么 喊你领导西藏 一直是老胡 林着和小胡 小胡两次进张 另外胡 这个胡春花这么讲吧 像对西平 不那么张牙舞爪 治理这少数民族 没出什么大事 这么讲聊不得吧 就想给你这么一个 西藏自己的地区 你以下成了最大最大领导 你告诉我 你在这儿怎么做 别吹你 不那么容易的 所以这个西平还害怕 两张牌他都害怕 冷战害怕 热战都害怕 他怕烦水 这些关于这个搞一下 怎么办 比如说打台湾 没打下来 马上内乱了 内乱了新疆西藏 这肯定是独立了 肯定是闹独立 到那天 小胡这势力 也一军突起 对不对 反水吊转枪口的可能性 很大 西平还怕 拍陈文青 陈文青坐马蹄警 去搞一搞 说他 镇压镇压 你看他讲的 长治九弯 大军稳定 所以他来了以后 这个陈文青 到了甘子 到这四场 主持了什么 设葬反购 分裂 反分 反分 维稳工作会 就是反对分裂 这个 这里影响最大的 还是 哪里哪里 是西民害怕 给他们扣个大帽 叫什么 叫分裂 那么 还有社会稳定 西层的政治 政法 基层的这个 工作 要有安全感 安全感 幸福感 这个获得感 安全感 就是西平 没有安全感 是吧 老百姓 没有幸福感 西藏 你想人家 那个地方 以前都是藏传 佛教 都信 打了老婆 你共和党是什么东西 你共和党是一个什么 没有信呀 就是吃喝玩乐 是吧 就是物质享受 第一位 其他不管 今天不管 明天的事 甚至今天 不管下午的事 这么一个政党 特别短四 物欲化 这么一个政党 所以这个 陈文庆 是寿命 西平的指示 来搞什么呢 维护国家安全 社会问题 你看 就这么一个主题 也是打击 刘旭宝的 这个势力 回去可能 走之前 西平告诉了 去继续抓什么什么人 你给我再摸一摸 他们肯定有内线 摸一摸 反对 胡宗马亭 反对 刘旭宝的人 还有谁 回来再抓 这目的抓人 根本不是什么 他讲的 冠冰堂皇 你再看另一条 张国庆 张国庆今天也没闲 张国庆也忙活了 我发现在 总共的领导城 个个的忙着乱成一团 到广西调研 他为什么到广西 还是针对 刘旭宝呗 对不对 你看到刘旭宝是 改革开放的 改开派的领寻人物 说不定 这次参与新专政变 一个刘旭宝 如果有的话 他就给刘旭宝软件 在讲那么几段词 几段词 伟大的无产 就给你讲 几乎的什么什么 这都是屁话 说心里话 他们无产吗 哪一个不是 不是家产万贯 哪个都是义 义字号 我就跟你讲 刘旭宝他也不能例外 钱没少整 对不对 这篇文章讲 是中央政治局委员 国外副总理 因为张国庆是 负责工业的 其实就是打起仗的 战事经济也是吹捧习近平 你看到哪里去了 到南南吕家公 柳州长虹 柳宫基建 就到这些地方去了 去视察 他为什么上这个地方来 就因为这个地方 曾经是刘旭宝的老嫂 这是刘旭宝的人 一大批 所以他不放心 我估计走之前 习近平就带了 去查一查 这个广习 老陈 陈文静 您去西藏 和四川 您去广西 张国庆 你这个 王小红 还有个活动 等会我会讲 因为现在一上半 中南还是这样了 没有分工 就一个人是像 半岛叉 就习近平 习近平每天晚上 坐小矛盾酒 睡得厚厚的 醒来以后 睡觉 睡得自然醒 人家是有那个老板子 手前手到 腿抽 手抽筋 人家是马云 习近平不会 熟悉 习近平是 玩全力 玩到什么 玩到手摸奖的 是吧 醒来了 那个菜鸟就来了 大哥 这是昨天文件 一对药 然后我习近平拿来 喝着这个 这个农景 是吧 农景茶 然后呢 就不息事了 你比如说这个 刚才讲到这个就是这个 呃 就张国庆吧 啊 肯定 就是这个习近平就要 关国企改革吧 市场监管 视频安全这方面的 一些报告吧 他们肯定那个报告 给习近平的报告 就不会像欺骗老百姓 这么讲 一定是正事 比如说这国企啊 往习近平是倒闭了 一千家 比如说吧 估计没有那么多 呃 这个民企倒闭多了 一定是不好的事 行一看 一批啊 请国庆同志处理 是不是啊 啊 然后就是 抓 腐败官员 陈不进去明白了 马上到广西调研了 由于他是副总理啊 他在找个理由 欺骗中国人民 对不对 什么吃话 全面国制改革 其实去说是抓人 对不对 看到哪些人这里搞事 躺平 讲唠叨叨叨叨叨话 老耍话 不敢挣事 谁呢 出共无处理 有些官员整个吃喝玩的 也不是人敢事做事 对不对 抓 抓钱可以 放到李强的口袋里 多好啊 是不是啊 那边还可以护卫老百姓 你看 啥谁都敢抓 谁扶卫抓 官再大 咱们也敢于朋友 是吧 你看一句多得的 你再看王小红 王小红今天也活跃 就习近平同志到了末期 你发现了王小红分类的树的纵容 那什么意思 这个打了已经变成黑帮了 他需要帮主 需要打手 是吧 这个王小红就是个打手 谁呀 习近平给赶枪 给个棒 给个手铐脚铢打 他就出发 是吧 你看今天新华社有消息吧 是9月13号 两个职务啊 国务委员公安部长王小红 13号 在今会见来华出席上 和组织地区反恐怖机构 理事会 42次会议 就代表他 各方代表你 而且讲什么呢 上海精神 三股势力 其实上和组织是什么 就是和美国为首自由世界对抗 人都是北约 欧盟 对不对 人是这些会 他生气 生气人一般的参加 我把他提出国际社会 怎么办 他自己搞人 这个搞这么小方块 对呀 多哪些人 叫上和组织 然后呢 以反恐的名义 来呢 就是震慑这些国家 其实随时恐怖主义 就是共产党现在干了很多东西 都特别恐怖 不过现在外界还没给他戴个帽 叫恐怖主义 不到时候 再发展下去 就完蛋了 是不是啊 你看习近平这个政权 这个黑手 顺向全世界 你说在某些方面 就是黑社会 确实 你看给那个前几年 小蒋 不是出来后 讲的习近平四个孙子 把习近平讲火的活了 生气了 一生灵下 在澳大利亚 好多给他搜 满脸的血 那些儿很坚强 看视频就在那里讲了 习近平一看 打不奏效 辣 就通过李强的谷 殿小二的秘书的关系 是吧 要喂点料就开始了 你看习近平这个确实是搞这个民党 实在是发善吭成 我认为这王小红啊 他为什么会见上河组里 他其实准备了一张 一张牌啊 一个预案 等一旦打起仗来 我就捆绑这些国家 都在一起和美国开一看 现在你们还没打仗吗 找个理由 反恐 是吧 反恐其实已经过时了 本拉登都被美国击毙了 美国已经完取得了 这个压倒性的胜利 对不对 你911不是吗 你把美国哄了 美国不管是非给你本人大灭了 怎么样最后不是灭了 还有苏兰曼尼 对不对 灭了以后美国就不太着急了 因为习近平他毕竟是什么 他镇下自己的老百姓 他不敢说美国对峙 对不对 那金山芳也是一样啊 所以这个老百姓等着看 他马上下去了啊 先上了贺锦丽也好 还是川普 咱们不知道 这是今天很重要的消息啊 你们再看今天 上一场没讲完啊 这次麻烦大了 也就是什么呢 美军叫海豹 估计对第六分队 他现在开始呢 对这个台湾进行 培训了 对自己进行规划 也是在训练 目前呢 中国人民军解放军 入群台湾 在这个情况下啊 就是美国这个第六分队 就海豹有这个第六分队 他决定的专门的任务 就是防止中共打台湾 那打台湾 我这么分析 有两种可能 一种是直接打 一种是封锁 就封锁台湾海峡 早就有这个一些议论啊 我认为不论什么都不奏效 为什么 你看现在中共国的经济形势 像要打仗了一样 是 你拿开那个架势的吓唬人 哪有money 哪有钱打仗 打仗 打仗得有钱呢 你跟恶务战争 每天拼着什么综合国力 对不对 是这个战争 是什么 算政治对抗的最高行事 拿起来 就像你 一个家庭成员 姑娘这些撕破脸皮 不就是吧 叫家暴 是吧 其实这个也很有意思 是吧 我老江在这方面 绝对是 是什么 你要做的不对 我老江都不批评 你可不要以后 我在生活当中老批评兵 我从来不批评 饭是给我结束 你们都批评 你什么事 我又不批评 你和我也啥关系 我现在讲是国家大事 你要批评 不批评 中国老百姓 有在难 跟着习近平倒霉 你自家的事 谁去批评你啊 你也怎么办 怎么办 你自己的事 是不是啊 我最多我不接触 我不就完了 我绕了到手 我就完事 对不对 我都淡然一笑 真的 你看 你看我在这里 就是熟悉我的人当中 哪件事我批评 我都是表扬 或者是 不表示态度 一般不表示态度 就是觉得不太喜欢 但我能暴露 你要知道 这个习近平 现在我跟你讲 给生活搞得进点程度 包括程度 包括这个太海关系 基本上搞砸了 你看这个 这个柯文哲这个案子 这个钱搞来搞去 给我感觉好像台湾的这个 这些法 司法部门 又不是太了解 他们那些 那些 我没秀的那些故事 给我感觉 他们事后已经有线索 他们甚至怀疑这个钱来 有一部分来自于总共 我们懂的意思 这个就麻烦了 那当然这还有差 我要跟你讲 今天讲的不是台湾问题 我要跟你讲 就是纽约时报这篇文章是个大好消息 就讲的军事部署 他讲的是海豹六队的训练地点 在其距离美国首都华盛顿 250公里的弗吉尼亚州的海滩 这个地方 海豹六队 因在一年成功突袭击毙的基地组织里 投本拉的文明世界 也就是他用这个办法对付中共 我们就想吓死人了 与美国各种部队 三角洲部队 第75 骑兵团属于侦察连 情报支援活动队 和空军第24 特种战术总队 同位美国特种作战部队当中 级别最高的一个等级 他告诉你 叫特别的任务单位 隶属于联合特种作战指挥部 就是犹他的领导 他的任务是什么呢 现在很多任务 包括协防台湾 我告诉你 他这支美国精英海军 各种部队的特长是什么 执行敏感 困难度极高的任务 09年该部队营救了 被轰炸 马里海 海盗 马里海盗 即是为人质的 快位 28年 尼玛号 就扩着 就有一个船 微干就没有 这个船长叫菲利普斯 把他救了 说不过美国国防部拒绝 正式赏任 金融时报 就金融时报 把这种情报系统 得到消息披露了 美国政府不发言 这很精明 其实这都是 应该是故意释放出来 对不对 政府不发言 才能显得高深 才能震慑中共 中共在猜测 张游夏问何为东 何为东问张游夏 到底是找个回事 害怕 就猜测 吊着你 对不对 你看这边 讲的很有意思 他说这个美国国防部 拒绝证实 五角大楼发言人 叫索普尔 他给美国资金回信 美国资金有意思 你打发媒体 一有这个事 你就打电话 或者发邮件问 有关方面 回答是这样讲 美国国防部 和我们的现役军 为各种突发事件 进行准备 培训 我们不会对具体事件 进行评论 没说是针对台湾 协访台湾 但是我们确实有这个事 就是这个意思 这是今天 美国资金相当大一篇 就报道 然后呢 这篇文章就介绍了 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研究院 分析中心的一个研究员的观点 还有其他人的观点 那么这篇文章比较长 我要告诉你们 这个消息 其实已经显示出了 就是美国 现在不论哪个党派 共和党 民主党 发党派 对台湾的支持 是坚定不移的 不论是换不换人 换不换人 不影响着大战防征 这篇文章也引述了 就莫里斯的观点 他说 从军事物到培训 美国对台湾的安全支持 是全政府 看见没有 全防卫 媒体报道的海报 六 六 六队 六小队 护台计划 只是计划的一部分 他说呢 单从象征意义看 我认为这确实很重要 因为 这是美国正在运用各种的资产 将精英能力纳入台湾 与中国之间的紧张的 失态当中 就文字这么多 我都来咬我 这些文章 我认为今天传递的信息 是非常值得大家关注的 好 谢谢